喜剧之王这个标签,除了周星驰之外,无人能及。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喜剧,至今都是喜剧作品频繁模仿,却从未超越的天花板。而观众对于星爷的情感,也充满了时代情怀。星爷过去在喜剧领域的成绩是无法磨灭的。但是这些年周星驰退到幕后,作为监制和导演创作的电影,也颇多争议。 新喜剧之王评分仅有5.7分。与1999年周星驰自导自演的喜剧之王相比,最少差了两部美人鱼。而这一次,周星驰作为监制一手打造的美猴王,也不出意外地翻车了。点开电影的相关评论,几乎都是网友的差评。美是美国的美,不是美丽的美吧? 烂眼镜,受不了了,脸形像马,哪里像猴子啊?很难想象,这些几乎全盘否定的评价,是针对周星驰还未上线的一部新作品。 而事实就是,枉飞出品周星驰监制的美猴王。在建模和动画形象上,已经创飞了网友的审美。 形象滑稽,配音老土,美猴王大势所望。西游记中孙悟空的荧幕形象,有很多种版本,但是美猴王中外国猴子一出,就是其中最丑最诡异,最赖眼的一版。 动画里,美猴王的身材像是个竹竿蚂蚱,四肢纤细的好像螳螂。而他的五官,侧面看像极了河马,正面看又是妥妥的驴脸。 除了毛发之外,观众几乎在美猴王中的建模动画里看不出猴的特点。 从以往的类似的影视剧作品来看,观众对电影风格的包容度很高,尤其是美猴王这样家喻户晓的角色。 想要做出艺,就要做出改变。但观众可以接受各种画风的突破,却不代表观众可以接受挂着猴头卖马肉的丑画。 如今美猴王里的建模水准倒不如直接去拍一版《美猎王》。 当然,除了形象的问题之外,美猴王还采用了早就被电影淘汰的一支枪来抢占中国市场。 电影里角色台词给人的感觉,就是满脑子的哦。 我的天啊,我亲爱的美猴王,看在上帝的腹上。 在国产动画早就升行统一的情况下,美猴王甚至做不到找几个专业的配音演言,完成国语版的配音。 况且,美猴王中的故事还是纯纯的本土故事。 这和给美国观众看京剧版的钢铁侠有什么区别? 单从预告中的一支枪以及美猴王的形象刻画来看,已经走向四不像风格的美猴王,已经让观众大是所望。 而最让人无语的则是预告里各种不合理的台词设置,情节铺设,大刀魔改,美猴王被改成猴板超级英雄。 猴子心心顽劣,不服管教,但心怀正义,路见不平,必会出手。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,美猴王身上代表的是机智和勇敢,是活泼忠诚,极恶如仇。 而从美猴王的心性出发,美猴王天生就是来打破规则的。 他大闹天宫,大闹明府,哪怕是去西天取经,也得带着紧箍咒,才能压制他对各种团队规则的挑衅。 而这样的美猴王,在美猴王里却变成了规则下的顺从者。 他为了让长生不老族接受自己,就踏上了打怪升级之路,打满一百只妖怪,他就可以成为传说。 可在中国本土的美猴王故事里,美猴王或许会为了一个头衔和别人争斗,但他绝不会按照别人的规则行事。 你说要打一百只妖怪,才会认可他,他会慢慢咧咧地留下背影丝毫不稀罕你的认可。 临走之前,他还要顺走你的东西,证明你这个上位者也不过如此。 而真正促使美猴王成长的是他的亲近之人。 原著中,美猴王是为了花过山水连洞的猴子猴孙。 所以才去学习长生之法。 可美猴王里的美猴王,就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自尊,踏上了打怪之路。 这不是中国观众认识的美猴王,而是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猴板超级英雄。 他身上没有让观众看到接地气的群众性。 他的字字句句都把自己分为神秘英雄。 当预告里的美猴王大喊我要你马上放过这些又穷又丑的村民时,美猴王就已经不是美猴王了。 当然,周星驰对于美猴王在角色性格,行为语言上的改变是可以理解的。 或许是为了迎合好莱坞的文化。 所以美猴王抛弃了一些国产本土性,选择了更容易被外国观众接受的文化符号。 但其实这样大刀阔斧的改变,也让美猴王失去了自己原本的魅力。 回想大话西游系列的电影作品就会发现,周星驰演绎的美猴王的确和传统的美猴王形象不同。 他首次以人的方式来刻画美猴王,给了他人的情欲、喜乐、甚至懦弱和挣扎。 在当时,这样的刻画很超前。 以至于大话西游当时的口碑和票房争议不断。 但放在今天,大话西游已经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。 可惜的是,这些优秀的表演,精彩的刻画,在美猴王中完全没有体现。 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,美猴王都没有大话西游的经典内核。 都没有用喜剧展现悲剧的高深手法。 而最让失望的是,美猴王是出自周星驰之手。 以观众对周星驰的期待,他本不该拿出这样一部小儿科的作品。 或许星爷也像枉飞西化的刻板印象低头了。 但失望就是失望,仅仅放出预告片的美猴王,以及口碑翻车。 当然,不论是形象的蜡眼,还是内容的魔改。 美猴王加周星驰的配置,都注定会掀起电影在国产电影市场的影响力。 或许美猴王不是一部成功的中西和拍电影。 但目前来看,它在商业上的价值是绝对不会让片方失望的。 最后,观众朋友,你是否会支持周星驰监制的美猴王? 能否接受电影作品相比于以往的周星驰作品产生的差距? 在评论区参与讨论吧!